我媽也是 她常常拿我當藉口 我記得我小時候 比如說親戚打電話來給她 但講得太久 她很想掛又掛不掉 她就會叫我說 然後跟她說 我女兒找我 然後就可以趕快掛掉 有一次我記得印象深刻 就推銷 妳女兒需不需要百科全書 一套十萬塊 然後我媽就說 要把我搬出來 她就叫我出來 然後就想說我可以拒絕 我媽傻眼 哪一套很貴 十萬 聚餐喝酒 然後都不回去 這個時候媽媽就會利用小孩 非常有用 對 那小孩打來 她現在不會說什麼 爸爸妳趕快回來 因為媽媽 這鐵藥就沒用了 對 她現在開始要講那種 比較有張力的 爸爸快回來 媽媽在罵我 妳怎麼不回來 我被她嚇死 好 各位不好意思 好 我要被打死 我又要被打死 真的耶 真的耶 我在推那個酒局的時候 也是一樣 因為這個局就 妳不得不去 可是身體那天又不太好 可是妳那個朋友就會很快說 唉呀 不敢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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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還激怒妳 我就會叫我兒子接 我兒子一接 不要再弄我爸 她剩下一顆剩 不要再弄她了 拜託 好 對不起 這個局就推掉 小朋友演技都很好用 像我有兩個女兒 一個六歲 一個三歲 真的靠老公不如靠小孩 像我們家就是 賺錢其實是以我為主 然後我們家就是先生是在帶小孩 但這件事其實很多長輩 因為比較傳統 可能就無法理解 長輩還是會忍不住會碎唸 妳怎麼當媽媽的 孩子都是爸爸在照顧 對 妳們假日妳都在上班 小孩朋友喜歡什麼 妳也不知道 然後以前我都會把這個 很求救的眼神望向老公 然後我老公就來喝茶 就通過去 就發現求助無門 我就會教我們家兩個小孩 然後就跟他們講說 媽媽上班很辛苦 因為媽媽要賺很多的錢 然後我們才能出去玩 接下來只要長輩會數落我的時候 我老公沒有 然後我就看向我女兒 我女兒就會立刻停下手邊的玩具 就會開始附送 媽媽賺錢很辛苦 然後兩個女兒 另外老二就說很辛苦 就要想生意嗎 然後媽媽賺錢比較多 另外老二就說 比較多 爸爸沒有賺錢 沒有賺錢 沒有賺錢 我妹妹就會住嘴了 所以我發現這招真的很好用 曾經派小孩當眼線 竟然發現天大的秘密 來 揭穿什麼 這個秘密實在是下司物 什麼 保姆隱瞞懷孕 保姆 你家的保姆隱瞞懷孕 而且 超展開 好恐怖喔 我小孩太熱鬧了 因為你們知道 這是因為板子短喔 對 其實下面還有字的 真的 這種字音怎麼現在才講出來 所以大家一直看我出來 在銀貨木簽 其實我有苦衷 因為我要賺錢 沒有啦 有時候保姆就是沒好事 這保姆我很喜歡 那時候小孩很小 他來的時候 哇 他就是 就溜涼 然後我最喜歡他的是 就是我可能在外面工作 門一打開 家裡患然一新 連那紗窗都清得乾乾淨淨的 然後我就心想說 我好幸福喔 你能遇到這麼好的保姆 然後小孩又乖這樣子 小孩只要在他手上 他繩子手拍個兩下 他就睡了 然後我就想說這保姆真的是 實在是太好用 然後後來用到一陣 大概用了一兩年 你就會發現說打開 家裡有什麼感覺舊舊的 沒有像以前這樣子 患然一新的感覺 然後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毛巾好像也都沒有折好 然後你就會發現 碗怎麼沒有洗 然後我又轉過去看保姆 然後保姆又是那種 有什麼事嗎 有什麼事要交代嗎 有什麼嗎 我幫你弄... 就是他 我在的時候他就弄得很好 可是我不在的時候 事情就變得很 就比較糟 我就不敢出門 是有洗澡了 對 我就不敢出門 因為我直接去跟阿姨講的話 或是我跟保姆講話 我覺得一定查不到什麼原因 他一定會隨便推脫什麼 我就跟哥哥講說 哥哥 拜託你 你幫媽媽一件事 媽媽發現阿姨最近有點怪怪的 我說你什麼都不要講 就是去在他旁邊跟他聊天 他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再幫他 然後你接著帶著弟弟 因為他最喜歡弟弟 我說你接著帶著弟弟 然後在他旁邊 弄來弄來弄去這樣子 讓他卸下心房 然後後來我就說 這件事情在禮拜三之前告訴我 他用實現 你探子還要回報耶 然後後來那一天到 我就說 阿姨就剛好去晒衣服 就不在家 我就跟他講說 怎麼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整個就歪腰 Baby 誰的 他有男朋友 他有男朋友 你確定不是爸爸的 不是爸爸的 反正後來他就是 懷孕前三個月一定很累 很想睡 對 不想動 後來他一下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 那個 阿姨你有Baby喔 他就說 我有Baby了 然後他就說 他才說他有Baby 他要生小孩 他本來是要騙我 騙到就是他要生的時候 我說你應該早講 因為我怕你安全 你如果硬要做這些事情 那你小朋友如果不安全怎麼辦 他說沒有 他要生小孩他沒錢 我當然還是給他一點點 緩衝的時間 讓他就 再找其他的工作 我ver內部 我長期見 他在舊 他都會來 買她的 你 我 我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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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